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李国庆 死而复身 未有方向 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升了83点 收报28,554点 成交都不算没约 只有713亿 今天港股先低后高可以说是死而复身 虽然上个星期美股再创新高 大家看看标普500指数 道指都是这样的情况 冲上去总之是新高 标普500指数就冲上去3000点关 之上收市 以收市价来计算 以及这个即市来计算上星期五 都是历史高位的 道指都是 一直冲上去本来好 但是 白威亚洲 又不来香港上市 因为反应是一般的 亦都说影响到 阿里巴巴的集资规模 可能都要减了一半 诸如此类 即是说气氛不好 上星期平均成交额 都不够七八亿 日均的成交额 只有六百多亿 市场气氛 比较观望 所以那些新股集资都受到影响 反过来的都告诉市场 现在市场市道也是一般的 所以今天港股跟不到美股上升 一开波的时候 就跌了百多点 然后一度最多跌了四百点 开市的时候已经低开了 今天开波二百三零三 很快就跌到二百零七一 二百零七一这个位 就跟上个星期的低位 即是七月九日的低位 二百零八零是非常接近的 都是在一条五十天线 只剩下五十天线 五十天线的水平 然后呢 就是有些反弹 首先你先不要看反弹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形态 这几天其实都是在甲逢之中上落 上星期跟大家讲过甲逢之中上落 在十天和五十天线的甲逢之内上落 亦都在六月二十六日的低位 二万七千九百八十五点 到这个裂口顶 裂口顶的二万八千七八一十五点之间那里上落 在这个水平之中牛牛皮皮 那现在可能呢 就是再收窄一点 大概两万八到两万八千六 两万八千七这些水平 那里上上落落真词 今天跌了下来 不过跌了下来之后呢 内地公布第二季GDP数据 第二季GDP和预期一样是6.2% 上半年是6.3% 本来没什么惊喜 但是呢 六月份呢 就是单看六月份的数据呢 是超预期那么好 那所以呢 就有点反弹 事实上呢 其实呢 如果你上星期有看的 人民银行公布了 六月份的新增贷款是超预期的 那个贷款既然多了出去 自然流动性多了 就会有利于经济 所以六月份 这一批数据呢 优于预期呢 都可以说是可以理解得到的 但是市场的反应都挺正面的 就冲回上来 去回呢 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 特别好像腾讯那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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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股份 就是暫時不是说真的好利好 最主要就是 上个星期呢 就 4加7 啊 集体采购那件事情呢 就开了一次 做座谈会 跟一些药企 跟著名药企 那样开了座谈会 那市场的消息呢 就是可能今次呢 就大量采购这件事呢 那价价就没有压得那么低 那所以呢 对那些药企的影响性呢 就没有那么大 啊 反而呢 反而呢 可能会製造了几间 龙头的药企呢 啊 它们会有利的 那于是乎呢 呢 石药今天占7% 中国生物製药就占5.5% 你见到中国生物製药呢 最近的走势就强 比石药很多的 中国生物製药呢 最近呢 就是一路比较高的 形态 当然拉长一点来看 不是的啊 拉长一点来看呢 啊 都仍在高位那里达下来的 但是呢 这一排呢 就比较好些 而且呢 如果你看它呢 就好像一个头肩底形态 那样的 有机会反弹那样的 那但是呢 都要整件事呢 就是基本因素上高 配合到才行 就要就是说 这个4加7这个呢 采购这次这个呢 要落实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利 如果是的话 当然了 它有机会冲上去 现时来看 如果你说拼这个消息面来看呢 就只能够少住投机性去买卖 啊 因为毕竟呢 其实 这些这样的 压价去大量采购 这件事呢 是 怎样都是 其实没有那么 对那些厂没有那么有利的 只不过在一个 不好的情况下 下 出现一个呢 没有那么差的情况 那麽解 就是 烂苹果 选择的没有那么难 那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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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是什麽呢 一路那麽低 都没有好像 中国生物制药 那麽弹那麽多 上到来 没有去到 16元以上 因为之前呢 它 4月这个高位 大概16元左右 中国生物制药 4月的高位 你见到4月这些高位 都是8.5元左右 那麽 那麽现在已经去到9元了 8.99元 所以这麽就大落后 为什麽今天 升得比较多些 如果真是利好些 两只 隔哪一只好呢 我个人 如果隔 纯粹投机性呢 我会说 我会选石药 因为这麽未弹 那麽你真是隔一个小箱底 那麽有些反弹一下 那麽如果顺势而行 是否这麽好些呢 已经好像出现了 投肩底突破了 那麽可能后秋也做了 那麽也做了 那麽也做了 那麽都要看消息面 那麽如果有消息面 是真的好的 再加上大成交 就会好些 不过我个人就会拼死 多些 好了 另外一只 死而复生的股 就是安踏 安踏呢 近期呢 都不断被沽空机构 追击的 温水出了 几篇报告 几篇报告 就说他做假 那麽 那麽公司也否认了很多次 那麽今天呢 这个形势呢 就是好像上去好些 那麽当然了 那麽比起李宁呢 就现在落后了很多了 李宁今年呢 升了一倍了 那麽这个呢 那麽现在就落后很多 那麽因为受到这些 那麽负面的报告 那麽就有影响了 那麽这间公司 现在呢 如果真是要看呢 就是当它是投机性 因爲你不知道 那麽報告的好坏 那麽 不过这只股份呢 其实呢 已经是 列了入去 这个国企支数成份股 市值也都这麽大 我相信很多大行呢 真的有研究 有什麽 完全造假的報告說到這樣 在這一刻我不能夠說那些報告 沽空的報告是不正確的 但是從這麼多大行都去看 這間公司的角度來看 就這樣指控它 我就覺得比較不是那麼可信的 所以我都會傾向投機性去買 投機性去買要不就以這一天低位48元以下做止蝕 要不就用這一天5月30日低位 就是它最低見過43.3元做止蝕 這個太低的話用48元 因為這些就比較低比較遠 不過長線一點可能你等低一點的時候 就用這個低一點的位置做止蝕就安全一點 好了 用48左右 現在是53左右 5元左右10% 就拼它沒事衝上來 就破到頂 追回落後 好了 另外一隻股份 就是水泥股 安徽海洛 這隻是水泥龍頭股 其實這陣子的水泥股 很多隻小的已經發了形起了 好像743 亞洲亞泥 還有2233 還有2233 即是西部水泥 其實水泥有機會的價格是比較靠穩 比較好的 這隻股現在湧上來做了一個微微的斜斜的調整 其實它都有機會發營起的 或者它的上半年度的業績應該都不頑皮的 有機會衝上去破到頂 亦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剛才的股份都是炒股不炒市 都是因為在市貨牛皮之下作出一些選擇 如果大家說這個牛皮市 黃燈之間 我不搞 不做事了 採取觀望態度 好不好 都好的 直到有個方向為止 事實上現在這陣子成交低 大家可能都是作為床邊殼在這裡看 多過做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